各位同學,現在是2014年DSE N1的第11條 先呼籲各位同學,請訂閱Dr.K.Mass這個頻道 多謝各位同學支持 第11條,Y是Amount of Stable Units of Suspended Practicals in a Lab 即是實驗室內 設定功能,Y等於340 over 2 加E負T次方,減E負2T次方 T大於0,開始 T是時間,以小時計 由實驗開始為計 Will the value of Y Exceed 171 in norm1 In norm1,即是T tends to infinity B找的是Greatest Value And the list value of Y 留意,又找Greatest,找List 它有6分 這裏是隱藏了一些技術 C部分其實是超級 較為抽象,較為難的一部分 當然這部分是不難的 但整體來說是抽象的 我們先介紹一下 先進入前兩個部分 A,in norm1 所以把這個功能 T tends to infinity 留意E負T次方幅圖 是這樣子,慢慢增加 所以T tends to 0 這塊是零了,這塊也零了 所以它只有171 它在Long1就不會超過171 B找最大最小,牽涉最大最小 就是要將這個功能Defense 然後設定它為零 但傳統來說,如果只找一個最大或最小 你可能會很心中有數 我看到很多同學都是這樣的問題 我D了,設定它為零 那就是最大 其實這個概念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還要考慮一些重要的Hidden Information 最主要的 不要太簡單化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再將D的D 我用了-1來做 即將墳墓那塊成為-1,2 D是340 D的-1次方變成-2 即是-340 D裡面是-et加-4e-2t D第一塊,D的-1次方變成-2 D裡面是-2e-t加-4e-2t 還原這塊放在墳墓 這樣就方便設定它為零 設定它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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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分子這塊沒有零 這塊一定是大於零 應該這樣說 這塊不會等於零 所以我們不需要考慮它 接著 t是-e-t-4e-2t 等於零 我們就把它調掉 然後-e-2t 即是-e-2t 就是-e-2t 我們變成-e-t 不過變成一個墳墓 然後整個靠差相成 e-t乘e-e-t 不是外星人 e-t等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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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等於Ln4 Ln4計算到這塊 我不知道它最大還是最小 所以一定要畫一個櫃 即是用1st derivative test 或者2nd derivative test 去測試它 到底是最大還是最小 這條題目是找最大和最小的兩個 即是兩樣東西 這裡只有一個數值 你可能猶豫自己計錯 不要怕 只要信 因為你計算出來的東西 只要相信自己的計算上是正確 其實你就繼續計算下去 慢慢去分析問題 好 我們繼續下去 抄回y 然後把y-d-t 和t等於Ln4的數值 因為方便我們放資料 這個功能 y-d-t 和t等於4 畫一個櫃 這個數值 它大於0開始 Ln4 t等於Ln4 t大於Ln4 d-alpha d-t 你把這個數值 你代入Ln2 可以代入Ln2 你只要深算 或者按機 其實我建議你按機 放數字 更好 因為運算量不大 這是負的 接著Ln4 是0 這個是正的 你放大於Ln4 即是Ln5 或者6 放下去就可以了 還有 都不用放這塊 不用大份 因為二次方那塊 可以逆掉 340 都可以逆掉 只要放這塊 令你放數字 按機 按得快一點 當然還有一些高明的方法去處理 但是 這裡我們不討論 有時間 或者可以看看我的影片 我們會有討論這些問題 這些方法 所以 minimum 這裡由負去正 所以minimum value 就是t等於4 minimum value 是多少 我計算出來 這裡計算的時候 要代入這裡 這些基本技術 你都要具備 340 over 2加e-Ln4 e-Ln4 次方 負1 e和Ln4 對消 所以1over 4 這個負2 不好意思 這個負2 調上去 變成1.16 Ln1.16 所以這東西 e的power to負2 Ln4 等於1.16 所以 overall是負2 16 按機 就會是160 大概是160 最大值是多少呢 要通過分析圖的形狀 很明顯,像T零開始 D開始下跌到LN4 但我們剛剛看的 Round1 不超過171 副單是170 所以我們要看開頭和最尾的數值 所謂的研究的 end point 研究的 end point 後就可以知道最大最小是多少 我們現在t等於0開始 0的時候就代0,e的0次方是1,減2,e的0次方也是1 所以這個東西是2加1-2,即是1,所以340 即是從這裡去看,開始時就有340 慢慢跌,跌到160 然後再上去,上去時就斑住170 即是C0頂住 所以我畫一幅圖,開始是340 最低的數值是160 當然我沒有按比例畫 然後在171,170,有一個C0 所以它的圖片應該,根據這個圖片對著來看 跌到LN4,然後再上去 上去後就卡住了170 我畫一條虛線在這裡卡住了 這樣很明顯知道誰最大 最大是340 最小是160 所以這裡其實有一個隱藏的訊息 告訴你,你是無時無刻 看一個功能的最大或最小 就是要思考幅圖的形狀 再說一次 是思考幅圖的形狀 你才可以完全破壞這條 這類問題 好,所以我們畫回它 Greatest value是340 List value是160 好,再做最後一部分 其實是有難度的 RewriteE Has a quadratic equation in E 的乎T 這個 我們寫回Y的功能 Equation is quadratic in E 即是 這個是 quadratic Degree 2 這個是Degree 1 其他的 Y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第一步交叉雙乘 交叉雙乘 這條乘過去 然後這條先排 然後這條排後 這兩條排到最後 這個就是 Equation in E 的乎T 其實這個方法就是這樣看的 當然,如果你 有同學說 他理解不到這句話說什麼 那就要在這裏學習一下 這些就是 看題目的時候 你經常要學習的 不斷地磨練自己 不斷地增廣自己的結文 這條就是 Equation in 這條 Y 是有數值的 如果有一個特定的數值 他就會變成特定的 Tα 和T3-α 這樣說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把T 濺進去 Y T等於α 和T等於3α 兩個數字是一樣的 那 什麼東西 搞什麼東西 好了 濺進去後 是相同 不如我們叫它做K 因為我們沒有資料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叫它做K 那 即是說 如果我們在 particular value of alpha 和T等於3α 的兩個數值 其實我們可以 這個數字 Y 可以換成 particular 就是一個特定的K 一個特定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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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 Put t等於α 我們得到 這個性 這裏可以解讀成什麼呢 E-α 濕了入這個式 2k,x2-k,x加340-2k等於0 即是e的負α是一個√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可以不可以 t等於負3-α 收下去,也是會等於0 即是收入這條式,也會讓y等於k 即是e的負3-α 其實這兩條式,一式混合二式 可以組成一個很抽象的解決定 Roots的概念 Roots of a quadratic format 這個就是重中之重 不過我寫得最小,因為不夠位寫的原因 e的負α and e的α-3 是Roots of equation cojetic equation of 2kx2 對方的方法 -kx加340-2k等於0 嘩,發達了 發達了 為何發達呢 因為他現在說想找α 無計可思之下 我們不是用深刻的Pro2Rs 看看有沒有東西 我便用了Pro2Rs去看 e的負α 乘e的α -3 因為這樣可以 剛剛的α可以解決定 我便找到k 等於340-2k 我們可以解決定 就是c over a 我們便得到 交叉相成 留意,這個就是e的負3次方 乘2k 所以等於2k e負3 這邊是340-2k 我將k寫到主項 070 over 1加2-3 1加2負3次方 即是說 其實那個k的value 我們知道了 k的value 就是知道了 所以便直接解決 它的平衡 我已經解決了 解決到 解決了兩個平衡 解決了 先把三粒星的色 就解決到兩粒星 所以2顆星的顏色就變成了170 over 1-1加2的e-3脂肪 坦白說,坊間沒有人用這些實在的方法去表現抽象的問題 純粹一開始就會說,因為e-alpha和e-3-alpha是Root 然後直接爆發到Port of Roost的顏色 中間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解說,為何會發生了這件事 所以這裏是一個空虛的空間 你可以對比坊間出來的表現 我們繼續說,這件事是全息乘以1加e-3脂肪和除以170 我將這條顏色抄到下一個文章再寫 全息除以170,這個變成2 再乘以1加e-3脂肪,所以變成這個 這條很清楚,這條很清楚 留意我x的Root是e-alpha和e-3-alpha e-alpha-3-alpha 我再寫一次給你看這兩個Root 我直接計算這條Corded Equation的Root 應該有一個是這個 好了,先化解它 這樣就知它 這是一個正的 這個b-1,佢1-alpha both ить夠歸最多的 請便 をен夠清理 分別說 b-alphaは1-alpha 和 2 berg-alpha or threats 這裏沒有步驟,只是深算了答案 另外一個是減 你猜,誰是屬於誰,配對他 配對他,然後選擇立場 當然,這個也選擇立場 我們先配對一下 我們一開始,其實有一個說話 alpha是小於3-alpha 你看這條題目 因為我現在不能回頭看這條題目 如果你有題目,你會看這條題目 所以,它是負的 所以,把兩邊一起負 就是 負3加alpha,是小於負alpha 所以,E的負alpha,是大於e的alpha加3 應該是這個大一點 應該是這個,對應是e的alpha 這個就是e的alpha-3 你選擇哪個答案都可以 用哪個都可以 我用這個,等於這個的結果 即是e的負alpha等於這個 所以,alpha就等於 lateral log 然後再負 你可以按照數字出來 因為m1可以給你小手有四個位 1.0,16,140 先記錄一句 你用這個,即是e的alpha-3 用這個,計算 take lateral log 都是計算同一個答案 這是一個後話 即是補充說話 多謝各位同學 記得訂閱Kidu的頻道 我們現在看看下一條